一旦拧到别人手底下 这个球只要它贴住 它就能回来 它防得很轻松 除非你说我能拧个大角度 我能一把把拧死 本视频由亚硕士特约播出 张俊蓝你好 我想请问就是 对手发一个反手位下拳 我拧拉过去之后 人家对手他能直接给我贴一个正手位 而这个时候我的正手位动作就会变形 来不及去够那个球 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一下呢 咱们先看你是怎么跑的 好嘞 行吧 我就直接给您发 您就直接正常来就行 再来一朵 再来 您看 就我定点这样给您发 您都是拧完之后 直接拉着胳膊尖先回去的 尖一尖回去 一定被球顶 就是你拧的质量越高 人家防的质量就会越高 就肯定 他只要能防上台 他那个质量肯定特别的高 对吧 然后您只有肩在后面 身体全在前面顶着的时候 它是脱节的 我不能用转身的力量去顶住这个球 把球顶回去了 首先你拧完以后 回正手 一定要是胯先回 胳膊要放松 胳膊没有那么快 特别是这边发力 这样再发力 胳膊这一下一扯回去 向前这一下就僵了 肯定变形 你这样拧完之后 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肩去往回 对肩去发力 带着往回 然后手直接往前顶 带着身体直接过来 因为你胳膊它永远只能往一个方向发力 我只要往后扯 回来就匀速 所以我不能用胳膊的力量去引拍去摆速 必须用肩膀和胯的力量带着胳膊去动 你再体会一下 对再来 对再来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你正手击球的时候 我球到了以后 你没有赢前的意识 就刚才那几个球 我球到了以后 你都已经到了了 已经在这儿等我的球了 但是你没有去主动击球 所以动作还是向上 球的弧线 它如果主动打到你的拍子上 它是顶你的 球带着劲过来的 它不是这样的 对吧 你拧的顶对方过来这个球 它就是带着质量过来的 所以您得主动的去向前去压住它去打 不管说我这个球我想不想发力 我即使不发力 我都得压住球去打 因为对方过来这个球也是顶的 它不是抬回来的 对吧 抬回来你能直接打它了 肯定接不上的都是快的 对了 对这个球右脚一落地 跨就往前顶 就来得及了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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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对 对 来一个 对 其实我个人来讲 不是太建议大家去练反手拧 因为反手拧它首先 比赛的时候它能拧的球特别少 就像我刚才给你发的这些球 全部都是我在喂给你球去拧 因为脚下的步法 您能比较清楚能看 你脚下没有找球 但是反手拧对找球的要求特别的高 它是你找不好球 你就没有办法巴黎去拧 其次是什么 你拧过去这板球 一旦拧到别人手底下 这个球只要它贴住 它就能回来 它防得很轻松 除非你说我能拧个大角度 我能一把把他拧死 然后就跟他阻伏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 反手来说 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碰见这种下眼球 你可以去撇它 对就拿搓球这样去撇它 哪怕说我搓个侧悬 我把角度给你搓开 您下一板就不会那么费劲 就不会说跟的 他给的那球那么快 顶我 不会的 还是要尽量的去找一些这种 巧一点的打法 反正拧就是会 您现在这个水平就够了 会就行 我有一板就行 但是不能把它作为一个 主要的这个得分手段去裂 因为后面的衔接会非常的快 你拧的越快 人回的越快 拧的 没事 好 拜拜